三哥又上新活了 继八马挂之后又一封神之作 再现演一两个人的裙口相声 估计张九来也纳闷 对活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人啊 什么时候改的裙口相声 一直跟阿飘说话的三哥 让张九来既害怕又无奈 剧场本来还挺热的 愣是让三哥说得后背发凉 被逼无奈的九来 只能对阿飘下手了 看到三哥瞪大眼睛大胆 就说他要唱高红舞 打小的时候我没有唱过高红 我打小的时候 高红舞我就害怕 他死了跟我聊 你打他干嘛 他到底说你打他干嘛 看到三哥瞪大眼睛呆萌的样子 不由的让大家想到了 他跟张云雷说的那句话 三哥没有走远就在附近玩耍 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可爱了 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 张九来也成功的加入了进去 台里肯定交代交代 估计张九来也体会到 当年于谦被孔云龙支配的恐惧 本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 后边就可以顺利地演出了 没想到三哥又开始作妖了 在《桌放槽》中有一段柳活内容 因为是戏词 孔云龙怕观众听不懂 主动地承担起翻译工作 果然德云摄云自科每一个好惹的 三哥也是懂得一语至盛的道理 本以为三人群口就是极限了 没想到三哥又填两人 看得出来 本场演出的《桌放槽》跟以往的大不相同 估计是张九来专门为孔云龙量身创作的节目 毕竟三哥非常适合这种类型的表演 之前三哥在讲述德云社曾经一个观众时的样子 给许多观众都听入迷了 这也是三哥的过人之处 讲述一件事情 有很强的代入感 都能给张九来说入定了 估计当时九来的CPU都快烧了 孔云龙和张九来也是因为师娘的撮合才在一起合作的 当时的孔云龙因为不认识张九来 所以一直不同意 后来因为师娘的多次劝说才答应试试 三哥就一直不同意 然后后来三哥就觉得师娘可能有点不高兴了 就是我都这么说的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然后就那点后来三哥说行吧 我就先应了吧 应了以后看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再说先试试 我说我呢能写点新节目 然后三哥呢您传统功底又比较扎实 我说咱得结合起来 我说咱不能光演老节目 也得弄新节目 一个懂创作 一个基本功扎实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三哥跟张九来合作之后 演出越来越游刃有余 三哥在舞台上也越来越有活力 尽情地放飞自己 无论是之前的新歌 这才哪到哪 还是五龙都给大家带来许多的惊喜 就是不知道三哥什么时候 把姐夫跨日这个坑田一下 三哥再一次封神 也让不少网友担心 之前演完封神版八马卦 三哥就因为玩小朋友的滑板 再次把胳膊摔骨折了 希望这次三哥不要再出现什么状况 没事的话还是少出门吧 特别是别接触咕噜类的运动 你们觉得呢 大家都在关心三哥怎么了 三哥在那胳膊摔了 就他摔过的那条胳膊又摔了 三哥是不是没跟大家爆料 三哥 三哥没爆料 三哥这会儿他可能自己的事都忘爆料了 该我们爆料爆料 然后东小社看上了三哥里面 三哥还有我的草原我的忙的 然后他再回来就听说摔了 三哥是因为师傅跟我说三哥是这个滑滑板车摔的 是不是真的 是 我以为师傅当时给我抖包子来着呢 嗨 嗨 我听说是就是看着人家小孩在那儿跑滑板车 他比较感兴趣 他就去了 然后就摔了就 到时候我听说这我都喷了 我就不行了 那我说三哥怎么了 三哥 哎呀 我们的我们的三哥艺术特点就是基石 对 观众朋友也发了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基石 M组啊让每个人就要给交一张照片 三哥说我我小时候没照片 他在网上瞎了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我认为不公布 干嘛 我认为不公布呢 非得揭迷底吗 他就老告诉他 哈哈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是我是不是 挺像的